欢迎来到美厅 杨之球 一个人最大的愚蠢是低估人性的恶 生活大爆炸 终有这样一句台词 如果你太善良 这个世界会把你啃得尸骨无存 我们总以为好心都会有好报 付出就会有收获 最后的结果却是期待越高 失望越大 世界短篇小说之王 莫波桑的代表作 杨之球中 就讲述了一场以恶报善的悲剧 继女杨之球为救同伴 不惜向敌军献身 同伴却没有感激他 还将他无情抛弃 成年人的世界里 有多少阳光 就有多少阴影 一个人最大的愚蠢 就是低估人性的恶 一 不要高估关系 普法战争时期 法国军队全面溃败 普鲁士军队占领了 鲁昂城 敌军一窝蜂地涌向城内 强行住进居民家中 铭记杨之球不愿向敌军屈服 在普鲁士士兵进自家家门时 铺上前与之搏斗 可惜他没能战胜对方 不得不离开家乡去逃命 他坐上一辆马车 和九位乘客同行 其中有六位是上流社会人士 包括富商鸟先生夫妇 省议会议员夫妇和伯爵夫妇 还有两位修女 一位投机犯 以出卖肉体为生的杨之球 显然是这群人里身份最低微的 众人认出他后 纷纷对他投去鄙夷的目光 太太们也交头接耳 嘴里不时冒出几句羞辱他的脏话 他们不有好的态度 令杨之球坐立难安 马车行驶至下午三点 也没找到可以落脚的餐馆 就在所有人都鸡肠鹿鹿时 杨之球拿出了一个大篮子 里面是他为整个旅程准备的食物 看到大家都没带吃的 他不计前嫌 大方地邀请他们一起分享 这群人连句谢谢都来不及说 便风卷残云般地吃光了所有食物 用餐期间 他们都像变了个人似的 热情地与杨之球交谈起来 杨之球讲述了他与敌军斡旋的经过 众人都对他心生敬佩 赞不绝口 三位太太似乎也忘记了他的身份 亲密地将自己的暖炉借给他取暖 然而 吃饱喝足后 他们的态度迅速冷淡了下来 到了晚上 投机犯还想趁机占他便宜 杨之球天真的以为自己得到了大家的接纳 实际上谁都没把他放在心上 我们经常陷入一种错觉 认为所有真诚的付出都会得到热情的回应 殊不知 很多看似亲密的来往 背后都是建立在利益上的别有用心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对你好 一个人突然对你百般示好 往往是想从你身上获得什么 等讨完了好处 占够了便宜 关系就会瞬间土崩瓦解 所以 无论与谁往来 都别太过高估彼此之间的情分 轻易交付全部真心 最终往往会令自己大失所望 二 不要低估人心 漫长的颠簸后 马车终于停在了镇上的一家旅馆前 在那里 有一位普鲁士军官正等着他们 军官在核对他们的信息时 一眼看中了杨之球 想要他陪自己过夜 杨之球坚决不肯尾身于敌军 当场就回绝了 并痛骂他是个混蛋 军官气急败坏地下了命令 只要杨之球不答应他的要求 谁都不准离开旅馆半步 起初 众人得知此事十亿份填膺 异口同声地指责军官不知廉耻 还有人愤怒地摔碎了酒杯 三位太太更是对杨之球抱以同情和联系 但到了第二天 他们发现马车被军官扣下了 担心待的时间久了 对方会打他们钱财的主意 于是 他们开始对杨之球心生怨气 怪他害自己无辜受到牵连 不再给他好脸色 日子一天天过去 他们离开的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 每个人都满腔怒火 抱怨连连 三位太太甚至不肯再和杨之球讲话 鸟先生夫妇还带头大骂杨之球 装正经 摆架子 当个人的利益受到威胁时 他们忘记了国仇家恨 更忘记了杨之球的好心相助 他们想把杨之球单独留下 偷偷坐马车离开 甚至想直接将他五花大绑 送到敌人的房间里 最后 他们策划了一场阴谋 不停地给杨之球讲为国牺牲的英雄故事 企图给他洗脑 伯爵还故作亲切地吹捧他 如果能解救大家于危难中 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举 两位修女也劝他就范 只要动机纯洁 哪怕是受谴责的行为 也会得到上帝的宽恕 在他们眼中 杨之球不过是个低贱的玩物 理所应当为集体牺牲自己 当利益扯下所有遮羞布 人心的善与恶都一目了然 生活残酷 世事无常 就像诗人故城所说 我知道人性是不可靠的 多么美好的秉性 都有它浅漏和怪力的地方 都有翻覆和变化的可能 在利益冲突面前 你的真心实意 换来的也许是无情翻脸 你的宽容大度 换来的可能是狠心出卖 行走在世间 永远记得一句话 人情似纸张张薄 事事如棋局局心 别高估人性的善 你唯一能全心全意以依赖 信任的人只有你自己 三 善良有耻 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 在众人的劝说下 杨之球终于动摇了 他放弃了苦苦坚守的原则 向军官奉献了自己的身体 他以为其余九个人 会像自己所说的那样 无比感激他的付出 然而在他备受煎熬之时 他们正忙着喝酒 聊天肆无忌惮的狂欢 期间 他们不时偷听楼上的声音 拿他开一些下流的玩笑 第二天 马车终于可以上路了 九个人兴高采烈地准备好了行李和食物 杨之球 杨之球姗姗来迟 刚刚遭受完折磨的他 迫切地想要得到同伴们的安慰 但他们的态度与昨天截然不同 就像没看见他似的 不约而同地转过身去 他主动上前打招呼 他们也置之不理 刻意和他保持着距离 惨遭排挤的杨之球 羞愤不已 后悔为这些虚情假意的人 而牺牲自己 马车行之中途 他们各自拿出自己的食物开始用餐 只有杨之球没来得及待吃的 但这群人只顾着自己大快朵頤 没有一个人愿意分给他 想到自己昨夜的噩梦 被吃光的一篮子食物 杨之球气得全身发抖 痛哭不止 众人依旧无动于衷 鸟太太还轻蔑地嘲笑道 她是在为自己的厚脸皮而难过呢 杨之球舍己为人的牺牲 换来的不是尊重和感激 而是变本加厉的伤害 但将他推入深渊的 不只是众人的自私与残忍 更是他自己没有边界的心软 毫无原则的退让 对方一哀求 他就丢掉了底线 做出了妥协 最后沦为了全车人无情利用 随意丢弃的工具 很多时候 过度的善良 就是在纵容他人作恶 面对一个不懂感恩的人 你每退一步 他就尽一尺 最终让你退无可退 你越是好到毫无保留 他就越会坏到肆无忌惮 最终让你遍体鳞伤 善良是很珍贵的 但过度善良就是软弱 只能任人宰割 与人相处 敢于拒绝 不失锋芒 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 有人说 杨之球的悲剧 在任何时代都存在 慷慨付出真心 却被对方弃如碧履 无私给予善意 却被对方肆意践踏 作家刘振云说过 深渊有底 人心难测 在利德师面前 人性的自私 贪婪 无耻 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善良若无耻 只会为自己惹祸上身 隐忍若无度 只会让对方为所欲为 没有霹雳手段 莫行菩萨心肠 生而为人 要坚守善良本性 更要学会识别善恶 愿你心里有光 身上有字 在光怪陆离的世间 护自己周全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